好,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Chapter 2 Quadratic Equation 我们直接用这个Node里面的example来讲解 OK,第一题 第一题呢,它叫我们solve the equation x 乘上 7 减 x 等于 12 好,我们首先呢,先把这个 equation 写下来 然后呢,我们把这个 x 乘进去 把 x 乘7 等于 7 x, x 乘减 x 等于 x 等于 x 等于 12 过后呢,因为我们要solve equation 这题呢 我们要用十字架乘法,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十字架来做 我们把这个 12 搬过来,然后把它排好 就把 x 乘前面, 7 x 过来,然后 12 加 乘前面 那么在做十字架之前呢,我们不希望 x 乘前面是有 negative 所以我们会全部乘个 negative 给它,把它变 positive 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这样的 equation 我们全部称 negative 这个变 positive 这个加变减,减变加 当然 0 乘减还是得到 0 过后呢,我们就把 x 乘7 x 加 12 等于 0 做一个十字架乘 可以我们画一个十字架 那么呢, x 乘我们写过来这边 然后 12 呢,我们写过来这边 positive 12 -7 x 呢,写后面 好, x 贵的话,我们得到 x 乘 x 等于 x 贵 那么 12 呢,有这几种乘法 有 1 乘 12, 2 乘 6 跟 3 乘 4 那因为我们希望得到的是减 7 嘛,对不对? 所以我们用 3 跟 4 哈 所以 3 乘 4 等于 12 那我们过后我们做一个交叉相乘 ok,好,这个 x 乘 4 得到 4x 然后呢, x 乘 3 得到 3x 那我们希望得到减 7 嘛 所以是减 3 减 4 它等于减 7 所以这里是 negative,这里也是 negative 这里 negative,这里也是 negative 所以呢, x 乘 7 x 加 12 我们就变成 x 减 3 x 减 4 好,过后呢,我们就把这两个 factor 分开等于 0 也就是 x 减 3 等于 0 或 x 减 4 等于 0 然后,所以我的答案是 x 等于 3 跟 x 等于 4 好,再来看第二题 它就让我们 express这个 expression 2x 规矩 8 x 加 3 in the form of a 夸乎 x 加 b 的 square 加 c and then hence, solve the equation 2x 规矩 8 x 加 3 等于 10 好,首先我们先来看 它要我们把这个 expression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样的形式有什么特征呢? 就是它是一个 perfect square 加一个数字 好,首先我们来看 怎么样的 expression 我们可以变成 perfect square 你看, x 够加 6 x 加 9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,对不对? x 就是 x 的 square 6 x 就是 2 乘 x 乘 3 然后 9 就是 3 的 square 所以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a² 加 2ab 加 b² 的 formula 所以最后我们会变成 a 加 b 的 square 也就是 x 加 3 的 square 这样子就是一个 perfect square 或者呢, x² 减 8 x 加 16 那我们可以写成 x² 减掉 2 乘 x 乘 4 再加 4 的 square 所以变成 perfect square 就是 x 减 4 的 square 好,这些呢就是一个 perfect square 那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呢 变成一个 perfect square 加一个数字 那要怎么来做呢? 我们进一步来看 好,首先我们是 2 x² 减 8 x 加 3 那我们要变成 perfect square 之前 x² 前面的数字一定要 1 所以这时候因为它没有等于 0 所以你不可以除掉 2 你只能够把 2 抽取出来 那因为我们要变的是这一个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 perfect square 嘛 所以这个 3 我们顾起可以暂时不要理它 所以我们就把 2 跟 减 8 的 2 抽出来 变成这样子 3 就写在后面 OK 而抽出来变成 x² 减 8 除 2 等于减 4 好,够呢我们看到 如果我要变成个 perfect square 的话 重点是我们后面要有一个 跨弧 square 这个数字的 square 那么这个 4 我们可以观察到 你看它其实就是 x 前面的数字 8 除以 2 它就是 4 那你看这个 3 也是一样 这个 6 除以 2 就是 3 嘛 对,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后面 加一个跨弧 square 就是 x 前面这个数字除 2 就是 2 的 square 这个 4 除 2 就得到 2 的 square 那因为这个 2 的 square 是我们加给它的 本来题目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为了平衡 我们就减一个 2 的 square 加一个 2 的 square 减一个 2 的 square 好像就是没有做过任何改变 那其实是有的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三项 这个 x 的 square 减 4 x 加 2 的 square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呢 把它变成 x 减掉 2 的 square 那么这个 2 的 square 这边减 4 接着呢我们就把这个 2 乘进来 所以 2 乘进去这个跨弧 变成 2 跨弧 x 减 2 的 square 2 乘进去这边减 8 所以最后呢减 8 加 3 我们会得到减 5 所以我就可以把一个 2 x square 减 8 x 加 3 这样是一个 expression 变成一个 perfect square 然后呢加一个减 5 这样一个形式 过后呢它要我们来 solve 这个 equation ok 2 x square 减 8 x 加 3 等于 10 那么在左边这边我们已经知道了 2 x square 减 8 x 加 3 呢 我最后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形式嘛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写过来 等于 10 那么接着呢我们要 solve 这个 x 也就是找出 x 的答案 我们可以把这个减 5 半括来变加 5 所以等于 这个 2 跨弧 x 减 2 的 square 等于 15 再把这个 2 乘 半括来变除 就变成 15 over 2 好 我们要找 x 的话 square 半括来变 square 但是前面有加减 加减 15 over 2 最后我要找的 x 呢 减 2 半括来变加 2 意思是说我的这个 x 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 2 加 square 15 over 2 或者呢 2 减 square 15 over 2 进一步我们要找出它的答案的话 它是一个小数的答案 我们可以按计算机就是 2 加 square 15 over 2 我们会得到 4.739 这个答案 当然它是一个 round off 的近似值 或者呢 2 减 square 15 over 2 我们会得到 negative 0.7386 这个答案 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做呢 我们叫做用 completing the square 来 solve 这个 equation 好 第三 它要我们 solve 这个 equation 2x 等于 4-5x 除以 x 它要 give 我们的 answer to 3 decimal places 当你看到要你 solve 一个 equation 答案要以小数来表示的话 表示这题是不能做十字交乘 也就是不能十字加的 所以呢我们就要用这个 formula OK x 等于 b 加 减 square b square 减 4ac over 2a 好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 equation 抄下来 那么这个 x 除半个来变成 就变成 2x 等于 4 减 5x 再把 4 跟 5x 一个去变成等于 0 所以就是 2x 加 5x 减 4 等于 0 -5 半个来变成 4 半个来变成 4 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判断 我们的要用这个 formula 里面 所以是 a b c x 前面这个数字 2 就是我的 a x 前面的数字 5 就是我的 b 那么这个没有 x 的 term 就是我的 c 也就是减 4 所以我的 a 等于 2 b 等于 5 c 等于减 4 我们就把 2 5 跟减 4 带进这个 formula 里面 -b 也就是减 5 加减 square b square 也就是 5 的 square -4 a c 就是 4 x a 是 2 x c -4 除以 2 a 就是 2 x 2 好 进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跨户里面 5 square 减 4 再乘 2 再乘减 4 这个数字算出来 用计算机 我们就会得到 57 这个号码 那么 2 x 2 等于 4 意思是我的 x 一个是 减 5 加 square 57 除 4 另外一个是 减 5 减 square 57 除 4 那我们要按出三个小数的答案的话 我们就先按计算机 -5 加 square 57 等于一个小数 再除 4 我们就会得到 0.637 这个答案 另外呢 减 5 减 square 57 等于一个小数前 再除 4 我们就会得到 negative 3.137 这个答案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题 它告诉我们 given that x 等于减 3 is one of the root root 就是该我们所找到的答案 就叫做 root 我们该所找的所有的 x 的答案 就叫做 root 它告诉你 x 等于减 3 是这个 quadratic equation 3 x square 加 p x 减 15 等于 0 的其中一个答案 要我们找 the value of p 跟另外一个答案 the other root 好 既然它告诉我们 x 等于减 3 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x 等于减 3 这个数字呢 这个值呢 带进来这个两个 x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 3 跨弧减 3 的 square 再加 p 跨弧减 3 减 15 等于 0 好 进一步呢 减 3 的 square 就是减 3 乘减 3 得到 9 所以 93 27 p 乘减 3 就得到减 3 p 减 15 等于 0 好 27 减 15 得到 12 减 3 p 等于 0 我们要找 p 的话 就减 3 p 搬过来 就变成 3 p 等于 12 因为减 包里变加 那么 要找 p 三乘 搬过去变除 所以 p 就等于 4 当我们知道 p 等于 4 的时候 它要我们找另外一个答案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得到的 p 等于 4 带回来这个 equation 这边 我就得到 3 x square 加 4 x 减 15 等于 0 因为这个 p 就变成了 4 好 这个 equation 我们可以做十字架 就变成 3 x 减 5 跟 x 加 3 等于 0 然后把 3 x 减 5 等于 0 或者 x 加 3 等于 0 分开 所以我们就会找到 x 等于 5 over 3 跟 x 等于减 3 x 等于减 3 是一来题目就告诉你它是其中一个答案 root 就是答案 那你找的 r 的 root 就是这个 5 over 3 所以我们的 r 的 root 等于 5 over 3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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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